为了宣传政府今年来推动的大陆政策 陆委会最近就开始用下乡至各地庙口开奖的方式 要让民众了解开放大陆外交对台湾产生什么影响 一早一期是来到了大理的复兴宫 只不过活动已经开始场面却还是空荡荡 只要把时间延后了半小时 一方面来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 让台湾和世界来接规 可以来发振和发明 让政府政策推荐国家很顺利 马总统开放的政策背后 还有考虑就是我们来照顾台湾的主管和尊严 也要照顾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就是说开放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发展我们的经济 来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追准 大陆政策推动至今 不仅签订了EXFA 也开放了陆客自由行 对于观光旅游产业可说是受惠良多 现场也藉由简单的互动游戏 要来展现政府努力的成果 只不过一般的市井小民有没有感觉 相信大多数人比较关心的 应该是眼前要如何够够 生理人都要去台北做生理 要去贪人那边的钱 如果我们政府对台湾的政策 比较保守 比较关键 关起来 什么门都关起来 不要跟台湾去做生理 这样对我们不好 是不好的 生理做越大 按国家贪污水钱回来 这样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才有法的人提高才能改善 对不对 随着政策改变 中国大陆已经是台湾产业投资最多 也是出口贸易金额最大的对象 不过能感受到这些改变的 可能也只有几个特定产业而已 老百姓看不见也摸不着 如为无感复苏 政府要贴近人心 恐怕还得要加把劲 记者红教王 谈出差不多 好吗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